这是你的第一次抵抗 所以可能我只能让你走 跟警察 嘿 大家好 我是警长 今天给大家推荐部看点很足的惊悚片 《雪星 警长归来》 上映于1983年 豆瓣评分5 估计看过的人很少 电影开始 永强和眼镜在餐馆讨论下班后的单身派对 说派对上有9女人和毒品 他们的对话被身后的警察维克斯挺到 维克斯走到两人面前 警告二人不要做任何违法的事 之后便走出餐馆 走进了警车 都是镜上画着人的眼球 车厢内遍布着残枝断壁 张显他虽然是一个警察 但也是一个变态的连环杀手 维克斯跟着二人知道了他们公司的地址 经过一天的忙碌 终于迎来了下班时刻 目送老板走出大楼 他们开始欢呼雀跃 拿酒的拿酒 结小妹的结小妹 派对很快开始 男人们一边喝酒 一边看妹子跳脱衣舞住行 是真脱哦 而且特写非常多 三个妹子的颜值和身材也都很耐大 看点十足 因为是十八剂内容 这里不便展示 就在男人们为之疯狂躁动的时候 维克斯走进大楼 然后趁保安补备 用笔刺穿了保安的脑袋 派对上男人们跟五娘们激吻 突然电梯的门开了 男人们吓了一跳 但是并没有人出来 没多久 电梯的门再次开启 依然空无一人 他们以为是保安的恶作剧 大壮自告奋勇地去找保安打 保安的尸体被维克斯藏了起来 而大壮也不认识保安 所以他并未察觉到任何异常 为了能消停地举办派对 大壮拿一瓶威士忌贿赂威克斯 可威克斯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杀人 他把大壮推下电梯警摔死 镜头回到派对 眼镜对永强说 大壮这么久没回来 会不会出什么事 咱们要不要去检查一下 永强不以为然 这时 他们收到一张传针 内容是一个警惠 眼镜猜测 是白天警告他们的警察来了 永强说他太紧张了 打印机再次启动 大壮的脸被打印出来 眼镜正在放下心中的一句 打印室内 威克斯捡到一个女人的内裤 他决定去杀这对狗男女 却意外听到龙套哥 要跟一个巫女去楼顶趴趴趴趴 于是威克斯先一步到楼顶等待 威克斯看到龙套哥 直接判了他死刑 抬手就把他毙了 鲜血见了旁边的巫女一脸 威克斯一点也不联想喜悦 扛起巫女 就把他扔下了楼顶 巫女像垃圾一样 威克斯捅上 最大的力道 贯穿了男人的身体 射进了他身后的女人铁内 两人就这样 被穿成冰当葫芦插在墙上 另一边 眼镜和永强 带着俩舞女来打印室找大壮 结果被从天花板 坠下来的龙套哥砸个正着 四人被吓得屁股尿流 同时也意识到 大楼内有杀手 逃亡的路上 他们碰到了女主管 女主管听说大楼内有杀手 打算报警求救 但是电话线已被切断 看着吓得不知所措的四人 女主管让他们保持冷静 然后招呼他们 先跟自己离开大楼 刚到门口 女主管想起答案室还有人 于是五人 一起去答案室寻找 完了就看到了 被插在墙上的男女 这时 威克斯在他们身后出现 问他们一切还好吗 看到穿着警服的威克斯 所有人都唱出口气 谢天谢地警察来了 但是眼镜从威克斯的警徽 看出破炸 断定他就是杀人凶手 于是跟永强推着桌子 把他顶在墙上 眼镜让女人们快跑 威克斯见自己败露 发枪怼进永强的喉咙 然后啪的一枪 攻炸了永强的脑袋 眼镜吓得忘了逃亡 等回过神再央跑 已经晚了 威克斯从背后将他射到 姑娘们在永强和眼镜的拖掩下 逃到了一楼 但是大门被锁住 根本出不去 女主管拿密火器砸玻璃 等待玻璃是防弹的 根本扎不喝 看到保安的尸体 女主管掏出他腰间的枪防身 等在这儿不是办法 女主管建议找别的出路 女主管说三楼 有地下停车场 那里可以逃出去 楼道内 威克斯突然窜出 掀出了一个舞女 女主管举枪跟他对峙 威克斯让女主管放下枪 否则就轰爆舞女的脑袋 女主管不同意 说只要他敢开枪 自己就有时间毙了他 威克斯嘲讽一枪 一枪轰爆了旁边舞女的脑袋 女主管吓得惊声剪叫 威克斯许诺 只要女主管放下枪 他就不会开枪 女主管为了救人 只能把枪放在地上 威克斯让他把枪踢过去 女主管一眼罩过 威克斯把枪放回腰间 然后抚摸舞女的脑袋说 我只说我不开枪 可没说不杀他 完了就扭断了舞女的脑袋 女主管扭身逃跑 威克斯不解不漫地追杀 女主管取下枪上的消防斧 然后躲进拐角 当威克斯追来时 对着他的肚子就劈了下去 女主管捡起威克斯跌落的枪 想要将他击毙 可惜枪里没有子弹 威克斯拔下腹部的斧头 去追杀女主管 女主管躲进厕所 找趁手的武器时 发现一瓶燃烧剂 威克斯开门的瞬间 被女主管喷得面目全非 最后 威克斯被女主管推进电梯井 不知死活 女主管下楼时 碰到了眼睛 女主管搀扶眼镜来到一楼 这才想起大门是锁的 只能从三楼的厅船长出去 眼镜打算坐电梯上去 电梯门打开 威克斯正举着斧头站在那里 等眼镜发现时已经晚了 威克斯衣服都将他劈倒 女主管从三楼的厅船长 掏出了大楼 他在前面肉肉的跑 威克斯就在后面肉肉的追 最后在一个餐馆前被抓到 餐馆里的青年 看到警察拉手催花 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冲出去 把威克斯痛点一顿 女主管就这样得救了 眼镜也没有死 谢文博报威克斯 是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眼镜和女主管 在医院里清醒他们还活着 而威克斯虽然被揍得很惨 但是并没有死 目前正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住的是666号病房 西方文化中 666表示魔鬼 魔鬼怎么会被消灭 果不其然 威克斯很快就满血复火了 指手的警察 就他的医生 前面他杀掉 电影就此结束 血腥警长归来 前面还有一步 可找了很多电影网站 都没有找到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